我爱讨厌鬼 妈 我可以和弟弟玩吗 现在不可以 弟弟在喝奶哦 乖 乖乖乖 我现在可以跟弟弟玩了吧 可是弟弟好像睡着了耶 你看 可是我想跟弟弟玩嘛 没关系 明天阿公跟阿嬷会来 在一起跟弟弟玩吧 耶 那我可以专心洋装给阿公阿嬷看吗 当然可以啊 耶 阿公阿嬷来了 阿公 阿嬷 小真 有没有想我们呢 有啊 我好想你们哦 你们看 这是我的心 阿公阿嬷来看弟弟咯 哎呦呦呦 我的小孙子啊 洋装 阿公阿嬷不喜欢我了 爸爸妈妈也不喜欢我了 他们现在都只喜欢弟弟 以前他们最爱我了 哼 都是弟弟害的 他们把大家的爱都抢走了 我讨厌他 我讨厌他 弟弟是讨厌鬼 乖 乖 乖乖乖 小真 弟弟喝完奶了 你要和弟弟玩吗 不要 我在忙 那弟弟要睡觉咯 随便 我才不想跟弟弟玩呢 讨厌鬼 那我去煮晚饭了 弟弟如果哭了 要告诉我 只会哭哭哭哭 吵死了 讨厌鬼 妈 吵死了 害我都不能看书了 讨厌鬼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听到没有 讨厌鬼 哼 对你凶才不哭 讨厌 现在又会笑了 变来变去的 真是奇怪的讨厌鬼 奇怪 为什么突然觉得弟弟一点也不讨厌 弟弟其实好可爱哦 妈妈 我回来了 妈妈 祝你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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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贞 生日快乐 我以为你们只爱弟弟 不爱我了 怎么会呢 爸爸和妈妈最爱小贞了 对呀 阿公跟阿嬷后也最爱小贞哦 是啊 真的吗 那弟弟咧 大家都爱我 谁爱弟弟 不行 大家爱我 也要爱弟弟才可以 傻小贞 大家当然也会爱弟弟咯 就跟爱你一样啊 嗯 大家好 我是小贞 原本是家里唯一的小孩 但是有一天 弟弟来了 我以为他抢走了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对我的爱 但是我错了 大家并不会因为弟弟 而减少对我的爱 弟弟是上天给我的礼物 我应该要爱他 疼他 保护他 和他相亲相爱 你们嘞 是不是也有和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呢 我应该要爱你 我应该要爱你 你怎么爱他 我应该要爱你 我应该要爱你